好 关于回来 今天还是2021年的4月3号 我们开始我们的啰嗦部分 那么对于对交易很有兴趣的朋友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一部分可能分享的干货更多一些 也是对我的就是我个人认为的理解 还要多一些 好 废话少说是书接前文 我们首先说就是延续刚才的话题 这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北欧皇 他的基金的操作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牛逼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必须得说 他的选股的这种思路 他的这些选股那真的是棒 真的是棒 所以他这次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看他首先是连魂爆 都爆在了哪些股票上 首先就是他最后卖掉大量卖掉百度什么这些 他不是说他就是这些他的这些主力持仓吧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RX这个东西 就无形科技 无形科技 这是无形科技吗还是什么忘了 我不是这个我们看 我们看看他买的这个就爱奇艺对吧 这爱奇艺的话他直接这个腰斩了 这个腰斩了 那么他买了之后他买的这个股票被他炒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高度高度 然后呢他还买到了这个什么呢 他之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腾讯音乐 对啊腾讯音乐你看腾讯音乐也是往上猛冲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小转大了 那这是一个小转大转大转大对吧 那么他这个就是一直跌到了这个位置上 被疯狂的卖出 疯狂卖出 那么之前还卡了这个这个叫做DISCA DS就是这个这只股票 你看看这个从这20欧块开始一下飙到70多 他的这个买股这个炒作能力实在是太厉害 实在太厉害 先是那个五星科技行RLX 这么他是出现国家的政策 国家政策出来之后这就是一直向下了 然后呢就是啊对 这个然后之后呢就是跟谁学 跟谁学出了一个什么呢 国家政策 又出现国家政策 然后快速的这种下杀 现在就一直没杀完 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哪出问题了 就是那个叫V Viac 那么你看就说其他不说 就Viac和DISCA这只股票 他都走出了极强势的这种走 这个走势类型 这个股票他能走到这么强势的这种走势类型 他所挑到的这些股票呢 真是相当的不错 必须得说相当的不错 甚至于他的蓝筹 也是比如说我们说百度 也是这一波走上了非常强势的类型 那不论是出于他就是看股很棒啊 还是说他炒作的能力很强啊 不知道 具体原因不知道 但是结果上看 这次是个连环爆的这么一个事件 但是这些股票 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从赞货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尽量是什么呀 做大货呢 大货股票 一边机构不吃股比较多 这种小一点的就被他们炒成这样 所以他的账户能翻那么多倍 他能这么做 也是非常厉害的 也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说的 我这个不是跑赢 这个跑出的这个 他出在什么问题呢 注意啊 我看他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网站呀 特别特别不好谱 是吧 特别不好谱 是什么 所以说 他的这个是因为用杠杆 贪婪就扣着大帽子 作为币有黄的这个机型 他用了很大的一个杠杆 只要他是有对冲了 他是我计算过的 其实无所谓 你其实用杠尔没关系 因为他有一部分做空的东西在保护他 但是这次呢 就只是这一次不work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他的杠杆不是他有的 是这些 就把投资银行给他的金融衍生品 给他做的金融衍生品 让他去做 那他他也没有犯法 也没有做什么 他就用利用了这个优势去炒 对吧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厉害的地方 那别人 那当然这次是倒霉了 对吧 那么首先第一 我们不能说是冲盖 首先是有政策的风险 所以呢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连续反应 连续反应 有点像火烧连环船 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他手上有大量的看空的这个期权 也不work 然后这个次我们可以对比1月3月份 我平常都特别喜欢做对冲 那么这个对冲的话 我平常的话 就首先我们是hedge这个position 当中work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VIX的call都死了 是下降的 然后呢 我们spy的put呢 也没用 对吧 然后呢 那我们唯一稍微有点用的呢 那我们稍微有点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rkk的还稍微有点用 还稍微有点用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对冲的这个机制 它不过可甚至于像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我的对冲的经常是跟我的账户是同时在下降的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难受了 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 它能找到这种高成长的 就是说高成长的这种股票 它如果是出现什么连环爆雷 它的账户出才会出问题 结果它真的出现了这种连环爆雷的情况 那连环爆雷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所以我们说其他的growth stocks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举例比如肉酷对吧 比如我们SQ这些 它会不会有钱的问题 包括arkk所用ark系列的所拥有的这些股票 他们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 即使arkk不是这么做 但是你买了些什么ndm 你买了那些什么小药果 他们有没有被爆炒 然后去杠杆的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后面的一个未来的 所以说后面的一点是一定去avoid这种什么的 就是特别小的叫做small growth 这点我觉得应该是我从bill皇的基金下跌 和我自己没有hedge住的这个问题上 找到了一个什么呢 找到了这个原因 找到这个原因 那么从新常态来说 我在想第二点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的市场的轮动速度也过快 那么市场轮动的速度的过快 我们如何来应对 这其实我引发了对自己的这么一个思考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就是第一 就是说轮动过快 那么我们的应对方案 但当然到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对吧 你的想法留言给我 还有点就是说什么的规避 是小型 可能对面的时间它们又开始涨了 但是这个地方爆雷告诉我们小型的成长股确实是里面有很多的雷 所以我觉得是对短线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止损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hold在那里的话 那么可能就有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那好 那么三月份呢 是出现了这整个很多月以来的最差的表现 跑出来XPY 那么我们说 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跑跑出来三月的问题 三月份就是说做的不好的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说就是说 Hedge的这个东西确实是不work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是手上的一些中长线仓位选的股票呢 是不如短线的 因为短线平常做进去长一把就行 或者说短线还有一个好处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当短线我机会特别少 我由于是挣不了什么钱的时候 我其实很长的一点是 尤其三月中和三月中下旬的时候 我其实开仓量是非常低的 我们主要来自于这个损失来自于什么呢 主要来自于几个仓位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来自于我手上的一些 比如说我拥有一个这个拥有的这个Amazon的这个靠 当时是100块买的对吧 他现在跌成了就十几块 那么这个100块的靠今天十几块 尽管你的仓位 比如说我们我只只出了1.5% 但是呢你1.5%的这个仓位 1.5%的这个仓位 他就会对吧 1.5%的仓位 他就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1%的损失 对吧 那么你这个损失之后 你还有88还有Apple 那么这些Apple的话 我的均价差不多是126 27左右 那么在这个一月之前呢 差不多120附近 卖了之前是卖了一些cover call 确实是骂了一些 但是他没法害着他这个IV降低的问题 因为很多是离不靠离不靠的话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IV降低带来的损伤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IV的降低 他们带来的这种离不靠上的啊 损伤非常 虽然我大部分也都是bata等于0.7 0.8的 但是就这样的话 其实离不靠的那个损伤非常的大 那么我主要的股票的损伤 我们练了股票呢 Stock走的比较弱的 包括88包括呢 AMD 包括呢 Apple 包括这个我们之前止损的女大 这几个 那后来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仓的逻辑 有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88的开仓逻辑 是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远远估值 当时在这个240附近 原来第一承门已经229 然后加了很多仓在240附近 那么我在当时想的是 为什么比如说这个要做波段的话 就止损了 但是没有 然后呢选择继续持有 正因为我是通过一个估值的一个学习 然后看到了这个地方呢 比较弱 不是比较弱 就差别非常大 平均的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是2300 而且ABC这个三浪走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而且88的特点 就是说每一次回调都会比较剧烈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坚定的 仍然坚定的持有它的这个长期的期权 那后面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大约是7到8的仓位是88 那么可能呢 我说实话呢 可能就要承担 比如说之前 你看这一波下跌再拉起来 再下跌 下跌拉起来 再又到217附近 可能是它的一个中级的一个目标位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说做中长线呢 就是要承担这个结果 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做中长线确实是没办法 就要承担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而且我们看一眼 就是整体上来说 我们从20几天来 整体上表现中比较差的VXX 我们说了 在Hedge上也是没有 然后A股表现非常差 然后呢 小型的 有一些小能源啊 什么这些也受了一些影响 然后呢ARK呢是不比较差的 但是我们是用来做控制 这是唯一的 就是这个亮点 还有点呢 我们说 一个是对 我们说中长线损伤 那么包括股票的损伤是88 那么后面呢 我们还有就是说 包括APL 是有一定损伤 这我们说过 还有AMD AMD的话 我觉得之前 C15块钱 我在我的军价 差不多军价是在85附近 然后呢 因为75块钱 我又进行了一个加仓 它起来了之后呢 我又加了一点能仓 80附近加了一点 那么现在又回到75附近 那么很简单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对账户的一个损伤 当然我说 所以一号呢 是缓了很多的学 但是 有没有再能找到啊 有没有上更大的钢杆坐呢 也没有 但是呢 就是差不多 我觉得75这个位置上 对AMD来说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买一点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持有 后面的话 就是优伟达的这个计划 我们说了很多次 然后我还有一些比如说朝鲜的我还持有一些BBBB的话这个也是损伤就是回来了 所以我们继续持有就好了继续持有就好 那么这是一直看好的支票 但是呢你想他这下来之后已经30%的这么一个回调 对吧 从12块5到8块多 那么有一个30%的回调 那么肯定也是造成了一些损伤 对吧 也是一些损伤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说 有没有一些我认为还可以的 那这个交易 首先呢 我觉得是OK的话 那么当然最近的是市场 市场 对市场呢 我们还有一些剩下的就是我的这些不错的比如说给我赚钱的MO MCD这些那就挽回了一些损失 所以就是他们最后呢 比较MO MCD 对吧 我们还有这些JNJ 还有PFE 对 那么还有PFE 那么就是我们最后说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有赚有赔 最后整个下来之后 这个长期的持有的这些仓位呢 就是一个比较中和的这么一个状态 中和的那么短波段也没赚到什么钱 是因为压根这个机会都不好 他的股股票没有持续性 就今天出了一些买信号之后 他不具有很强的向上的这个能力 当然短期的半导体呢是这个月出的一个热点 现在呢这波TSM也好 然后AMD也好是抓住了 然后呢一些电商5Shop 还有就是这个IC啊 也抓到了 还有就是新能源PVO这些也还行也抓到了 所以整体上是还可以 整体上还可以 但是就是只是现在转好的这一块 那么就想说呢 说这一次当 咱们说经验吧 经验经验的话就是说 这一次我在经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首先从心态上 我是非常的开心的 就是不能开心吧 就是非常的淡定 没有很恐慌 有时候账户确实下车很多 尤其是你明明有了很多的 就是说我们这次Hedge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 涨的时候它跌 然后跌的时候呢 它也保护不了啊 就是很遗憾吧 很遗憾 所以也挺不开心的是在这边 但是呢整个心态上便没有光 也没有因为激动 我说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而是顺其自然 市场不好做 那么尽量就不做 市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而且轮转又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尽量就不做 对吧尽量不做 不断操作 那么也是什么呢 stop out了 stop out 那么这也是一个亏损 也是一个亏损 所以心态上呢 那这次呢也不是说 已经是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有精力 经济到这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市场 你面对十分的市场说 你不可能每一个市场都要赚钱 那么这个市场不属于我 我至少没有什么能力在这个市场中做 所以说困难市场呢 我们困难难度下呢 就是放低你的要求 对困难情况下 就是少开仓 这一点我确实是做的 很多朋友甚至觉得说 以为我这个频道就不更新了 以为我这个频道呢 是不更新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我每单基本上都贴 都贴就是我真的是都贴在里面了 然后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 我们看看 我哪哪去了 找不着了 对 我的这个波段交易这个地方是基本上都贴 只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位钱 比如说3月31钱30什么的 30这也开了不了仓 然后就是你看后面29 就是我每天26 然后25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开仓的这个频率 其实是非常低的 开仓频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之前又做了一些指数什么的 就是还可以吧 还可以 所以大家一看 你看我下了一些week 对下了weeks call the work 然后你看从15号过来 就是频繁非常不频繁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什么 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操作 比如说有些parleter也有这都非常小的了 然后你看整个三月份的交易其实是不多的 三月份交易不多的 但是我下次要总结的一个东西也是 就是心态上 就是在困难情况下能做到少开仓 而同时我还有一些成果 就是在账号有时间的话 我们强化了就是说一些 比如说我又强化了我的日线的系统 大家怎么看到了 然后呢 我又强化了 又是建立了这个一个这个es的这个trading的这个trading system也有 然后我又强化了一下我平常波段的这个思路 还有就是看看书 然后给大家录录视频 对吧 那么就是这就是我的一些成果了 这是成果 那么我最后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有它的周期性啊 不可能啊 永远的涨也不可能永远的跌 而且不可能永远的好做 就是说如果跌有一个不一定不 跌不代表是难做 如果你能很好的我们看到的有hedge 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呢 就说不代表说他有好做有不好做的时候 对吧 所以不好做的时候呢 就是少亏即为赢 这是我觉得很正常的 嗯 对 然后呢我们我又建立了这个平常短期的有些啊 这些思路 所以呢 就是也没有浪费时间啊 这就是一些成果 那么啊对 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我们期权上 我有amazon啊 还有这个啊 还有这个包括是netflix一些也都基本快没了 这些当然都是损伤了 所以说损伤hedge 然后hedge有些work有些不work大部分不work 那么要不应有arkk的这些h呢 或者说当天又做空了sop 这些是赚了一些钱的 但整体上来说hedge的整个表现非常差 能打成平手或者小亏啊就不容易了 就算就算比较不容易了 然后等到市市场好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再快速的回来赚钱回来 那么现在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市场对吧 当市场强势的时候 那么我说的那么应对 就说当市场再次强势的时候 哎我们能如何啊 如何能 如 那找到啊强势股和热点 然后并如何就是继续持有 就下一波我们 我觉得4月是非常容易就是相对来说容易做一点 那么我们找到热点之后 然后强势股之后呢 哎强势力的去做啊 那么这是我认为后面我要再次提高的这么一点 就是说除了我们在热市市场中能减少这个亏损 那么强势市场中啊扩大我们的战果 那么看看4月能不能做得更好啊 同时我们把这个这个期货啊 各方面我们我都把它再强化一下 就说这段时间正好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这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我从这些地方 我我的理解 我这一波下来之后啊 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思考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通过3月份这个锻炼来说 对自己其实是有了很大提高 而是我自己也对自己进行了每一笔交易 其实我都做了一个总结 每一笔开仓 比如说AI那开仓开仓是不是好 两次我被打之所能 后来我就不再参与 为什么他确实是说我认为亏钱是应该的 但是呢我的操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吧操作有个问题 就我每做的这个功课 我是不是认真的在思考 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逻辑 我是不是很好的去执行它 哎那这些我在跟对比我前几个月的时候 那可能比如说挣的比现在是多 但是哎那市场是因为比较好 我只是搭的是风车相比 那么我这段时间我认为是很大进步的 在这个密室的情况下 反而自己很大的进步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些 同时我觉得也是给大家自己一个激励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的这学习的这种先度计程 股票这种市场是非常难做的 我们可以说是学到交易到老 学到了所以我觉得市场是最好的老师 一直要维持这个谦卑 当然了你有任何的大家有任何的观点 我都特别接受 希望大家能跟我们跟我一起能一起进步 一起来聊这个 我觉得4月份呢 机会会比现在有3月份好做很多 我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看一看 能不能把这个3月份的这个一扫3月份引埋 然后我们很好的这个outperform这个market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关于这一点就是说3月的这个 这个学习是在进步是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中短线 那么后面就说一个中短线就是什么思维 就是说长期持有的这种思维 其实它是非常对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短期呢 短期波段呢 它的其实什么 对这个执行力要求高 那么你对你的这个叫做分析能力要求高 那么就说你看你自己做的时候是哪些 我个人觉得在短期波段的执行力上 我自己做的是不错的 但是长期持有的分析上 那么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现在我大家可以看到我也在更多的做这种 从基本面分析开始进行持有的 也就是左侧的这种以基本面为主的这种交易模式 所以这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后来发现能发现热点的这种机会 当市场特别不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小票这些市场啊 包括期货啊 都是很多机会可以做的 那你有没有能在 就是说市场不好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来做 那这也是我所想到的一些 好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再分享到 啰啰嗦嗦又说了后面部分 我觉得对大部分来说 可能啰嗦的部分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好玩的东西 也没有给大家一些真正的一些机会 反而呢主要是更多的聊一些心得吧 可能心得体会 还有一点就说到了我们群里面 我觉得群现在呢 我现在有2000我看呀2600多粉丝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还有两个discord群 但现在呢 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你们每个人给我的留言 我都会给你们点赞 然后给大家一个回应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大家一种尊重 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小社区 小社群这样的话 我们沟通的方式也比较容易 然后呢我们觉得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比较有效 所以呢我 我有考虑到呢 就是说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的更新可能就会少一些 对吧 我的更新就没有那么频繁 等到市场不好做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做直播也好啊 我希望做交易也好 我给大家推荐也好 就是帮助大家解套也好 这种视频呢 帮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那么市场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路神仙 你们去看他们即可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 通过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认识交朋友 这是一种缘分 所以我个人是持一个平常心来看待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我们也不是说要很多人 所以我尽量会用 我会之后寻找更好的方式 来维持我们社区的小 然后会尽量把这个社区越做越小 最后就是维持到一个小小社区 小小小社区来做 好的 那就是我的计划了和我的想法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后边呢 这块就啰啰嗦的 没有特别多的 实质上的这个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留言 不喜欢也没关系 告诉我哪些地方你喜欢 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 包括三月的 就三月挺有意思 那么我们咱们可以多交流 好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